最爱变的风 弥漫在夜空 这风情晚中 出现在我梦中 首先第一步呢上隔离 隔离还是很重要 冬天的时候虽然看似太阳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依然是有决限 所以还是要把隔离上起来 Janella的那个美白乐力 我觉得挺好用 尤其对于混合皮来讲很柔好 因为它不会拔根 也不会说特别的油 也不会跟底妆打架 目前我用它到现在为止 没有跟任何的底妆水分底 我在澳门的这几天 一直都在用这一款 就是兰后的新纯粉 一袋的量很够 我觉得一袋大概用个四五天的时间 肯定是可以的 它出来的质地是这种 比较油润感的整体 我这次出来只带了美妆 但我一直觉得粉底刷不是特别好携带 所以一般出门玩的时候 或者游的时候都不会带粉底刷 我就不描述了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粉底液我第一次上脸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还蛮惊艳的 因为它服贴 然后滋润 并且它的遮瑕度是我用过 我觉得贵服粉底液 遮瑕度最高的一款 遮盖能力还是挺强的 算是中度吧 中度遮瑕 你看像我这种特别大的痘印可能遮不住 但是包括连黑眼圈的部分 它都可以遮到七七八八 上完脸之后它会有一种 很好的光泽感 底下一点在我这颗痘印上 看到底下的这些痘印 我这次出来没有带遮瑕 所以遮瑕的话就全靠叠加 能遮到什么程度就偏天有命了 因为我本人大概知道对于遮瑕这件事没有特别的热衷 还不错 我现在完全就离镜子大概有一米的距离 一米多的距离 看不到细节 只能通过屏幕来观察我自己的妆效 痘印好像还是比较深的那种痘印 还是有点遮不住的 左右脸对比下 肤色均匀的很好 遮瑕我觉得70%是有的 就是对于可能面部容易泛红啊 或者是红血丝的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遮瑕最常用好 可以看到还有光泽吗 好看 这袋真的太耐用了 一毫升 我用了好多天了 来澳门差不多有四天了吧 我每天都在用 因为我第一次用 我觉得它好用的时候 真的假的 就是 因为以前网上的风 对于这款太大了吧 你们也 我也跟你们讲过 有时候风太大的产品 我反而不是那么有主动的医院去尝试 左边 左边这边有更大的用 特别疼的那种 你们有没有长过这种闭口 就是它闷在里面 你能摸到这边有硬硬的东西 很疼 但是它那个痘痘就是迟迟发出来 捏紧掉的 特别讨厌 这个闭口通常还要折磨 大概半个月左右吧 还能削下去 而且痘一咬 很久才能削掉 我发现我带的这袋小眼 好像快要用完了 哇 它的光泽感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近一点给你们看 因为我不觉得它的服贴性很好 所以你看在这种高清的相机下 你就算比较近距离的看 也不会说给人那种特别假面的感觉 就是服贴的刚刚好 就像你自己的皮肤也 当然了 这个痘印 这个痘印也不是粉底的错 这个痘印 这边这个痘印真的超疼 OK 差不多了 通常到这样的程度 我就已经可以接受了 但如果你自己是 就是希望你完美无瑕地出门的话 那你可能还是要 可以再去叠加一些遮瑕 但这样的遮瑕力度 对我来说是足够的 我没有见过的一种 比较细腻的光泽感 我真的很喜欢 你看 就是刚刚保养完皮肤的那种 由内而外在 皮肤在发光的感觉 四色眼影盘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你出来玩的时候 必备的单品 简单 方便 好操作 因为它颜色都帮你配好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配色 紫紫棕棕的 然后带一个橘色的提亮 眼影其实很快可以弄好 OK 这样子 眼睛的眼窝的部分 就会稍微暖一点 然后还是占取这块眼影 这个刷头会比较扁平 然后刷毛会压得比较密实一点 通常呢 就是用它来点点这个深色 下眼尾处做一个深 然后上眼尾 如果像这种颜色一般 我会先把它扫在面中 放在面中 就刷草上色 然后慢慢地把它扫开 气色又出来了 鼻头的腮红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但是发明鼻头扫腮红的人 一定是一个天才 下唇呢 可以把它涂得很饱满 然后上唇呢 就是从中间向外缘过渡 在唇峰这边的位置 还有嘴巴的边缘的地方 可以稍微模糊 我搞定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妆效 现在因为正好在我窗前是自然光 所以看得更清晰一点 我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叠加 除了痘痘 我们忽略 但目前的妆效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是12点19分 3点12分应该是距离我上妆完成 差不多三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稍微有些出油了 但是妆面还是很完整 这边两个印子是戴墨镜压的 看一下 完全没有浮粉 眼下也没有卡纹 很好的一个妆装 而且出油之后它带来的那个光泽感 到目前为止我是非常满意的 刚才我到兰蔻的柜台去 他们那里的精纯粉底已经受请 受请 今天晚上可能要到其他的柜台再去问一下 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绝 哈喽各位 现在我要跟你们update一下我的本底液的状况 5点56分上妆完成大概5个小时左右 忽略我鼻子上的这个眼镜的印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你看这个妆效绝了 保留的非常完整 就鼻液这边因为是眼镜的关系 但除此之外非常整洁 我现在依然是在用iphone的前置摄像头给你们update最新的状况 我非常喜欢它到5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出油以后脸上的这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现在跟大家看一下我来到了赌王的产业 叫新豪影会 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酷的东西 我必须得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看到上面的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两圈里边是摩天轮 在晚上的时候你是可以坐在里边去看到这里的夜景的 这边因为路上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摘下了口罩 但正常来说如果在商场里边还有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大家记得一定要配戴口罩 Hello 今天我现在回到酒店 准备休息 今天到目前为止走了15000步已经累惨了 今天是晚上7.54马上到8点 差不多带中已经快8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整体的妆效好了 额头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斑驳还有浮粉的 我现在依然是在用原相机给你们录 只是有一些出油 然后在脸颊两侧的地方 它的遮瑕度稍微是有点脆的 鼻翼没有卡粉 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不过今天因为戴口罩就是摘了又带了又摘了 所以下面这边稍微有些不那么整洁了 但整体它的贴肤感啊还有光泽度啊 这些都不错 主要是遮瑕度稍微退了一些 在澳门的最后一个晚上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48分 我们虽然已经累了半次 但是既然来都来了 所以就稍微拼了 然后带上了我的相机换了一个镜头 今天晚上大拍特拍 然后现在换一个那个镜头 给你们update一下我粉底的状况 关掉 关掉了美严 前后的差距会不会有点大 whatever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美呆了 出油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今天澳门应该是在20度左右 晚上这会降温了 它差不多12 3度的样子 不是特别的潮湿 也不是特别的闷 整体来讲天服的程度 还有它的完整性 大家可以在镜头里面自行体会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依然是 iPhone的前置摄像头 那现在的时间是9点51分 距离我上妆完成 已经接近10个小时了 目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通过镜头的画面 来自行判断一下 遮瑕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退 不过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我今天因为戴着口罩逛街什么的 就是会有点蹭掉 其他的地方保持得非常的良好 再一个兰扣精纯 而且我今天去很多兰扣的柜台 它都已经没有这块 就是都已经受气了 哈喽大家我现在在永历大皇宫门前的噴水池给你们做最后一次的粉底下的update 不知道我现在说话你们能不能听清楚 现在时间晚上的11点32分 距离我化妆 已经超过快要超过12个小时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妆面的情况 我现在依然用的是iPhone的前置摄像头 左脸 右脸 额头 还有鼻液 晚上拍照啊什么的都会觉得脸上是属于那种光泽度很好的感觉 而不是说出有很夸张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赞 一定要点个赞 第二我觉得我这次一定会给它一个高分 就是它在妆面的整洁和完整度上有刷新我对兰扣的一个认知 因为以前我用他们家的一些底妆的时候 说实话体验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非常棒 最后总结一下 这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混合皮或者干皮 在秋冬使用的一款超长待机滋润 有奶油肌妆效的这样的一个粉底液 如果你喜欢的话建议去专柜尝试 我觉得百分之百是可以入手的 4号打在屏幕上 大家自行挑选就可以了 好了那这就是这期的视频 用深厚的看权跟你们说再见 拜拜